喜歡賭錢,喜歡刺激 貪心,想著很容易贏,很容易中,很容易買菜 想贏錢 賭其實都是一個攤折 我覺得賭徒他們有賭博的習慣是基於兩種心態 第一是求財,第二是求勝 我竟然輸了很多錢,輸了自尊 輸了人格和家庭對自己的信任 最後差點連家庭也輸了 有賭人的,你就經常想著去賭 你贏了是沒用的,你是沒得贏 你贏了,又是給他 不少人,不多不少都有賭博的習慣 好像打麻將,玩啪牌,買綠合彩,買馬 但近年賭博的風氣似乎越來越流行 在香港,隨著2003年足球博彩規範化 賭球成為其中一樣最受歡迎的賭博活動 現在馬會更加研究另一項很受年輕人歡迎的賽事 NBA籃球賽,是香港接受投注的可能 自從2003年政府合法化賭球之後 有一個明顯的就是說 賭的人年輕化了 賭的人也多了 參與性是強了 往日,可能18歲,夠年齡 用一杯酒來代表他們的合法性 可能現在是賭一場球代表他們的合法性 不過參與是越來越年輕化 因為政府合法化了 很多時候要網上投注 其實這個帶來一家親 爸爸媽媽可能在網上未必是這麼專長 亦都在足球博彩 足球的比賽上認知未必那麼熟悉 可能藉助他年輕的子女上網 藉助他們的經驗去賭球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 一些學校裏面 有些年紀較長的學生 又會看年紀較年輕的 即是不合法的 入得投注站去參與這個投注 看他們買球 這樣的事情出現 我相信參與賭球的人數 是不斷上升的 講到賭球 現在有超過20個不同的賭法 比起03年只有一個賭法多元化很多 而且賽事也不再只限於 港人熟悉的歐洲球賽 一些不太著名的賽事也由得投注 越來越大的規模 正正是鼓勵更多人參與賭球活動 再加上一直相當受歡迎的賭馬活動 香港的賭博問題絕對不容忽視 而在鄰近的澳門 博彩葉更加是整個城市的經濟命脈 但在背後又隱藏著甚麼問題呢 博彩葉是帶來澳門無論在教育、經濟、交通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教育舉個例 因為一般澳門的中學生 中三畢業就可以入賭場 過萬的收入每個月 這是令到很多學生是無心向學的 這是對教育一個最大的衝擊 第二就是經濟過快的增長 這是令到物價騰貴 通貨膨脹 第三就是交通的負荷 因為賭業的發展現在澳門的交通非常濟 人有錢了買很多的車 幾乎現在年輕人個個都可以買車 賭場的那些巴士 十幾二十間 天天就在交通上面 來增加負荷 近年澳門已經躍升成為全球最大的博彩中心 但在2008年的第一季度 博彩業的收入已經較上年同期增長62% 達到37億美元 雖然澳門政府已經用結發放新的賭場牌照 但仍然有多間賭場正在興建當中 亦有愈來愈多人渴望從事博彩業 賭博不再是個人喜好那麼簡單 它能夠形成一種文化 甚至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黃安是澳門人 現在從事港澳航運業 但曾經他亦都在賭場工作過 亦都試過因為賭而輸了過千萬 他覺得今天澳門年輕一代的價值觀 已經被扭曲 有些剛剛讀完書出來 初中畢業又說做莊河 那他買樓他買不起 現在這麼貴 他每個人都去買車 甚至乎不用首期 而且他還養成一種很自大的 那些小孩子 我萬幾元個月 我為什麼供不起這部車 說話這樣 一炒炒他幾百個 現在單車都供不起了 因為現在嚴重缺人的是飲食業 還有製造業 這些工作澳門人不做的 我以事論事 澳門人不做的 因為今時今日 那些小孩子都說 買一萬幾元個月的 你哪間賭場開張 去搜市所那個位 都排長龍去認證 事實來的 所以很矛盾澳門人 黃大維牧師 除了是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的總幹事之外 亦是被派駐當地的宣教士 在澳門生活了十年 正正因為見到日益嚴重的問題 而發起了明亮行動 我們看到一些年青人 他來被賭博所吸引 我們就說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們就一班的教界的基督徒 我們希望提倡一個不賭的運動 我們不是反賭博 我們不是在政策上去反政府 但是我們希望在教育的層面 教導澳門的年青人 包括那些現在在做賭博行業的人 譬如派派那些 我們告訴他們 就算你現在在做這個行業 你無奈也好 你自己在忍受這個行業也好 你千萬不要賭 所以我們提出的口號就是 不賭 你不要賭 以至到你的人生裏面有更多的選擇 最初的人都會覺得澳門人 就有免疫力的 不會有賭的問題 我想隨著2002年開始賭博開放 去到2004年第一間賭場 即是外資賭場來興起的時候 其實我想對澳門的影響都很大 我想除了有一些救援機會之外 其實另一件事衍生 其實有一些就是未浮到那麽面 當年代已經開始多了人去參與賭博 雖然我們在我們的服務數字裏面看到 不是喔 好像求助者不是很多 但我想這件事是很容易明白得到 因為在華人社會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過往賭博就覺得是沒有問題 如果我去求助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我很有問題 我想這件事跟鄰近地已經很不同 跟香港已經很不同 香港雖然沒有賭場 但是面對著澳門發展蓬勃的博彩業 還有自身的賭博問題 同樣令到香港的病態賭徒數目不斷增加 由介賭牧師之稱的蕭如法牧師 由2002年開始在香港參與介賭的工作 多年來他接觸過很多賭徒 他深深感受到人怎樣被賭控制 一般的表達就是他們的好勝 心理方面 很多賭徒裡面就是 可能他自己覺得 在自己的背景裡面不是很成功 所以他就在賭博裡面來沉迷 希望能夠成功 能夠多贏一些 贏到錢 這個可以說是好勝的心理 另一方面就是家庭 在問題賭徒裡面 他在自己的家庭或者生活裡面不是很滿足 他會用這個賭博 賭博就是一個深魔 他被這個深魔捆綁的時候裡面 他自己是無法自拔 所以他無法自拔裡面 他的出路經常都是想著贏回錢 贏回錢 所以這個就直到他可以說 他不單止輸錢 是連他的家庭和生命都輸了